27题 Ella每天早上都要来一杯咖啡提神 今天的咖啡特别浓 它的百分浓度是40% 它的咖啡的重量是200克 请问你我必须要加入多少公克的水 才能够使它浓度变成它习惯的25% 关于我们的稀释的问题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提过 我们用的是糖水加水 然后糖不会变 也就是说稀释前的糖会等于稀释后的糖 而根据我们的公式 重量百分浓度呢 是溶液的克数 分之溶值的克数 然后乘100% 我们计算的时候经常都没有写100% 这样子呢让我们的计算的事实上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呢我们就晓得呢 溶值的克数就是 溶液的克数呢 去乘我们的百分浓度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稀释前的 稀释前的糖等于稀释后的糖 稀释前的溶值等于稀释后的溶值 稀释前呢我们有所谓的200克的咖啡 然后呢 它的百分浓度呢是40% 那么稀释后呢 要 要会变成200 然后加上我们的水 不知道x 然后要去乘我们的 25% 变成25% 所以这里算出来呢 这边是80 然后呢 这边会进去会变成 50加上 四分之1x 所以呢 30等于四分之x x呢会等于120 也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加水120公克 所以呢第20气体的答案呢 我们要选择的是 C120克 2x 1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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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x 1x